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弘毅建設2018年的代表作 就是弘毅普利這個案子 弘毅普利這個案子 它位在台中市北屯區太原路上 它是50米的一個林茵大道 產品的部分的話 我們規劃是地下三層 地上15層的一個飯店室集合住宅 產品的定位的部分 我們定位在兩房跟三房的產品 當初公司在規劃的時候 很重視採光 重視通風 所以我們廁所一定是開窗 主臥室跟次臥室一定是面主要的陽光 這樣子的話它的採光才會非常的好 弘毅普利這個案子 定位做一個飯店室的集合住宅 這個屬於國際預所的一個概念 所以我們在大部分的公社 我們都規劃在一樓 那一樓的部分除了一個飯店室 一個lobby以外 我們規劃一個教育廳 健身房 那比較靜態的就是我們有個圖書室 弘毅普利這個案子 附近的話有兩大商圈 第一大商圈就是塑校商圈 第二大的商圈就是東山生活圈 生活機能是非常棒的 交通建設的部分 在位於74號太原著道下來以後 我們就可以到我們這個基地了 再往市區一點的話就是有淋街 捷運紅線的太原站 所以交通是非常非常的便利 我們的學區的話是軍工國小 跟東山完全中學 公園的部分的話我們這邊當然 就新都新公園還有鋪新公園 還有連大坑風景區也非常非常的近 所以我們這屬於離城不離城 一個非常好的一個點 弘毅普利這個案子 有好的學區 有好的生活機能 有好的交通 一個好的環境 就是成為一個飯店宰的一個概念 超高的小費 而且作一下 平常entle進洋 在學校成為集中 上面給車滋在這些面 marriage 上移放趾機